一人大小S日前先遭黃紫膠開地圖泡爆吸毒科藥 后又被狗仔葛思琦爆料有藥頭自稱認識大小S 姐妹倆昨23日怒喊提告葛思琦 对于大小S提告的胜算有多上 据一平新闻网报导陈鼎新表示 黃紫膠爆料内容具体体积大小S用毒等情况 大小S 给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当年我们在分手来来去去的过程前后了 当然也有一些很瞎的事情 比如说我有一些东西被小S发现 小S也不开心 那可是问题是他们吸毒喝药这件事情 我也一直过不去了 他们可以去否认 然后红了二十几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还是可以否认 那个时候因为不流行社区 所以可能药头可能也没有机会爆料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 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 当时大概是跟光头在一起 在一个饭店喝药 我非常不行 我在台北被范小圈周俊伟的 在他们家里面 还有大小S他们也是 被邀请 被说服 被硬塞 我不快乐 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 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 光头很大致的 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乐 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 甚至在飞碟对面的夜店 里面都在客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 为什么 为什么 陈鼎欣说 由于爆料内容 确实会降低大小S 在社会上的人格评价 黄紫娇可能涉及刑法 第310条第一项诽谤罪 不过据刑法第310条第三项规定 对于所诽谤之是能证明其为真实者 不罚 但涉于斯德而与公共利益无关者 不在此线 陈鼎欣解释即便黄紫娇爆料为真但因吸毒因属斯德范围 所以若黄紫娇声称大小S是知名公众人物 行为举止确实可能为年轻人学习榜样 就能以此主张其言论与公共利益相关进而免罚 报导指出陈鼎欣说到 据2023年6月9日刚出炉的宪法法庭 112年宪判自第8号判决以及先前的大法官是自第509号解释 不就算黄紫娇无法证明其言论未真 但若经合理查证程序一所取得的证据资料 客观上合理相信自己的言论未真实就符合不乏 此外陈鼎欣更说据视线意志 纵使黄紫娇在合理查证程序 所取得的证据资料并非真实 但他引用时并非明知虚伪或有重大轻率恶意 仍然不乏至于葛斯奇上节目在报 有要头说认识大小S等域 陈鼎欣则说此内容虽设犯诽谤罪 但若被法院认定试设公益或能证明未真实 又或依取得证据客观上合理相信未真者 不予处罚 结论就是如果大小L是要提告黄紫娇 葛斯奇诽谤罪 其实陈罪的机会并不高 嗨 大家好 我是武通 谢神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是老爸上 丹鼻虹 我是蔡康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们是号角香吉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米亚伦 祝福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你这边就号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恭喜3D新闻网10周年 十全十美 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3D新闻网10周年 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言善告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